一位富豪买了一块地,修了别墅,后院种有多棵百年荔枝树 当初买地时,他看中的就是这些荔枝树 因为他老婆喜欢吃荔枝 装修期间,朋友劝他找一个风水先生看看,以免犯煞 原本不怎么信这套的富豪,这次居然表示赞同 专程去香港请了一个大师,大师姓德 从事这一行三十余年,圈内很有名气 在火车站街,德大师吃过午饭之后 富豪开车载着大师前往自己的住宅 一路上如果后头有车要超,富豪都是避让 德大师就笑道,开车挺稳当 富豪呢哈哈一笑道,要超车的呀,多半有急事 可不能耽误了他们,行至镇上街道呢更加狭窄了 富豪放慢车速,一名小孩冲了出来 富豪脚踩刹车慢慢避开 小孩啊笑嘻嘻地跑过去之后 他并没有踩油门前行,而是看着巷子口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片刻又有一名小孩冲了出来 追赶着先前那名小孩远去 德大师亚然问 诶,你怎么知道后头还有小孩呢 富豪怂怂肩打道 小孩子啊都是追追打打 光是一个人,他可不会笑得这么开心 德大师梳起了大拇指 笑道,你真有心 到了自家的别墅门口下车 拿着钥匙准备开门 后院突然飞起了七八十只鸟 见状,富豪停在门口 抱歉地向德大师说道 麻烦大师稍等一会儿 德大师再次惊讶 有什么事吗 富豪笑道 后院肯定有小孩在偷摘我家的荔枝 我们现在进去啊 小孩自然惊慌 万一掉下来出事就不好了 先让他们摘一会儿 我们在外边先看看 德大师沉默片刻之后说 你送我回火车站吧 房子的风水不用看了 这次轮到富豪惊讶了 问德大师 何出此言 大师说 先生啊 有您在的地方 那都会是风水吉利之地 我说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其实人的行为就是风水 也是命运 没有格局自私自利的人 再怎么勤奋努力奔波 也是徒劳 在格局艺术中曾说 一个人能否成大事 跟一个人做事的眼界和格局有关 因为自己才是一切的根源 关注我 学习更多的智慧指导